国内消费者对于家用车的需求到底有多高 当很多人还在纠结20万级家用车如何选的时候 40万级高端MPV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爆发 随着汽车产品越来越智能化、高端化 普通的家用车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 而高端舒适的MPV车型 以其独特的魅力正吸引着更多家庭 激发了换车和购车的欲望 不得不说在MPV领域依旧是满方市场 自从丰田引进赛纳以来 成功激起了消费者对高端化、低能耗全家出行的渴望 40万级MPV也首次迎来了爆发 赛纳的上市即热销也充分激活了高端MPV市场活力 多个车企纷纷效仿推出全新MPV车型 上市后均与赛纳形成正面对比的竞争关系 如今高端MPV领域产品阵营已经相当丰富了 腾式D9、蓝图梦想家等车型都得到了不错的市场响应 但透过现象看本质 作为全球车型的丰田赛纳 任以卓越的产品实力取得了持续稳定的销量表现 仅上市一年多 累计销量就超过了10万台 稳坐电哄MPV消贯博作 尽管对手已经很强悍了 但从实用性来讲 对比之下 电哄MPV的丰田赛纳依旧很有优势 一公里低至四毛的用车成本 只需加92号油带来的快乐 以及安静舒适的头等舱氛围等一系列优势 加上芬田品牌坚实的品质感和可耗性作为背书 让这款经久沙场的经典全球车型独具魅力 芬田也再次证明了实力 进入头等舱 喝92油 一公里四毛 两年销量突破10万 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 芬田赛纳之所以热销 是因为它给消费者带来的爽快的用车感受 是同级竞品所不具备的 得益于全系标配的2.5升智能电魂双勤 使得赛纳没有了续航焦虑和充电焦虑 化繁为减才是这款车的优势 系统综合功力高达181千瓦 246马力 相比纯有的别克G181S要强劲很多 而且开起来也更像是一台电车 丝滑抢进线性 2.5升混动专用发动机 在溃电状态下 也不至于腾式D9的小排量1.5T那样嘶吼 开起来会明显更有底气 动力强劲的同时 还能有效兼顾燃油经济性 与混动专用ECVT电磁箱的匹配 WLTC供况下 百公里油耗仅有5.65升 换算下来 1公里用车成本仅需4毛钱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这才是最实用 方便 省心的MPV车型 7座车 必须选MPV 这是MPV车型火爆的当下 消费者产生的共识 毕竟在没有赛纳之前 只有汉兰达才是不玩之选 如今对老人小孩更友好的赛纳 显然已经占据了主角光环 成功改变了消费者的购车观念 在舒适性方面 赛纳拥有着5165 1995 1765毫米的尺寸长宽高 和3060毫米的轴距 实际反馈的内部 使得每排成员都能享受到 宽敞的乘坐空间 而且在分田的魔术空间布局之下 第二排座椅具有816毫米超长滑轨 第三排座椅可4比6放倒 中央过道也很宽 进出第三排非常方便 加上低重心底盘 更方便了老人小孩的上下车 并配备了19个背拖和丰富的储物空间 放到第三排座椅能实现纯品 能够装载更多大件行李 实用性确实相比同期竞品更有优势 至于舒适性配置 整车提供了二排航空头等舱座椅 支持加热 通风以及电动腿拖等功能 大量的隔音降噪处理 结合前排双层隔音玻璃 换来了进入头等舱级 安静氛围 后排具有独立的11.6英寸娱乐显示系统 智能空气管家等配置 为全家出行带来了轻松 惬意的舒适体验 如今的智能化 已经席卷了整个汽车市场 而分田赛纳在这方面 也紧跟了市场主流 为内饰配备了12.3英寸的 全液晶仪表和中控屏 内置ToyotaSpace智联交互系统 具有三频智能互联 智能语音交货 OTA升级等功能 ToyotaConnect可对车辆 进行远程控制 实时掌控车辆信息 并且AR2级驾驶辅助 也没有缺席 具有预碰撞安全系统 动态雷达巡航控制系统 车道玄机辅助系统等 同时还配备全景监控 盲点监测等系统 加上全息标配9个安全性能 高吸收性能的车身结构 及超高强度刚才打造的肩甲座舱 以全方位的安全守护每一次的 全员驾驶出行 全球车型之所以经典 是因为它在各方面的表现 更加均衡 并创造了很多颠覆性的设计 可以看到它的外观 有别于传统MPV的设计 表现得更加年轻时尚 Dutchton倒梯型的中网 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整车的气场 相比于当下纵制化的脸谱 也显得更加独特 个性化的前后车灯 是芬田赛纳最鲜明的特点 让整车充满活力 与严重同质化的主流商务MPV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彻底告别司机身份 而且侧身飘逸的线条设计 已然超过5米1的庞然大物 焕发出年轻动感气息 仅从芬田赛纳的这一套颜值 就能感受到 它身上独特的居家舒适气息 视觉感受会更加轻松 更愿意带领全家感受美好的风景 总体来说 芬田赛纳早在海外市场时 国内就已经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 和之前的亚洲龙一样 在消费者的千呼万唤之下 芬田引进了这款极具口碑和知名度的经典特性 并取得了亮眼的销量成绩 而芬田赛纳也与卓越的品质感 为成千上万个家庭带来了欢乐 更舒适的驾乘氛围 更灵活的空间布局 全方位的安全配置 以及高效节能的用车感受 使得赛纳所散发出的产品力极其诱人 广汽芬田秉承顾客第一理念 以连续十年蝉联销售 售后服务满意度双向第一 因此消费者有理由选择这样一款 高品质MPV车型作为家用 那么对于这款车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积极分享 真实的油耗和用车心得 在评论区多多交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